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全台湾最大的金藻产地在宜兰 过去外销日本欧洲为台湾赚尽大把的外汇 但也不过才40年光景 宜兰金藻加工厂 从全盛时期40多家 现在用一只手就能数完 采金藻师劳力密集的工作 没有办法用机器取代 但果农年纪渐渐大了 年轻人不愿意回来接棒 像是这位家工厂第三代 青年级女生陈以沛 本来在大卢市教书 从来没有想过家里事业跟她有什么关系 直到几年前 无意间听到妈妈说 家里工厂做到不能做 就收起来吧 于是她开始意识到 不只从阿公时代 一手打拼留下来的工厂 甚至整个农村 今早产业很可能就要后继无人了 今天节目开始要带您认识这位七年级女生 如何结合众人之力改变产业 好香哦 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又湿又冷的岁末 正是这片果园最繁忙的季节 顾不得大哆嗦 陈以沛与妈妈阿姨赶紧将这一颗颗的黄金收进袋里 这个机器没有办法取代 一定要用人工 金枣其实不是枣类 成金干金吉其实更为恰当 摘下娇嫩的他们得全凭经验真本事 因为这个必须要这样转 转起来的话 这个才会保鲜 金枣比较娇贵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从早上到晚上 可能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家里是全宜兰前几名金枣加工厂的陈以沛 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当个千金大小姐 她却选择披上雨衣雨鞋 在果园里弄得一身泥泞 采完手果她又忙着帮金枣 找出路 美红姐我来了 哈啰 宜佩 哇 辛苦了 刚摘了 今天下雨摘很辛苦吧 几次找 不过每棵都很饱满 对啊 最近就盛产期就 住在原山的陈以沛 经常到隔壁深沟找罗美红 他们今天要研究的是 怎么教游客在家里的厨房 就能做出跟市面上同样风味的精蜜枣 好 大概这样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盖起来 好 每天都摇一摇摇一摇 我们刚才让它插洞就是希望它可以入味 罗美红的厨房常吸引外地游客 陈以沛认为这是一个平台 让更多人认识今早的故乡就在宜兰 因为我会的就是食物 我就很喜欢做这些东西 只是好玩 可是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很多 其实从土地长出来的感动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桥梁 我虽然不是一线的生产人 我觉得食物土地这些东西 一定就会真正的传达到消费者 就吃的人的一个心里面 陈以沛的阿公今年已经89岁了 是当地金棗农口中的老陶杰 1970年创办加工厂时 宜兰的金棗产业可是独领风骚 我们老板在金棗产下 现在买到铁木楼就去做铁木楼 他在日本还是去出院的 那是就太多了 台湾小木楼 你都来交裹的人 对 就是延续从我们那边交裹到 到外面 要排队 对 这么多人 我盛况一天曾经收到 7万4千公斤 一天 现在呢 现在一天大概5吨6吨 湿冷多雨的宜兰 孕育了台湾九成的金棗 如今产量不到全盛时期的 十分之一 原来40多家的加工厂 现在用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年轻人嘛 没有缺工 算缺工嘛 就是缺农夫 我们老农都真的很老 就70岁80岁90岁都有 那60岁所有是年轻人 然后我在农村是贝比 产业衰败之后 年轻人纷纷出外找工作 七年级的陈以沛在农村里 是个独特的存在 虽然从小就跟着爸妈 在家里的工厂走跳 但一路念教育的他 原本也是打算毕业后 在外地找份稳定的教职工作 家里的工厂 当年看似跟他一点边 都扯不上 对 本来不在我女生活里面 我想要去当都市人 然后我去当都市人的 都市人的那几年 就是过得很舒服 可是你心里面 会有一个声音觉得说 好像这里不需要我 就我离开了随时 就是会有一个人补上 可是相反的是 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真的需要 人在这边留下的人 那我是跟我妈聊说 那我们要接工厂怎么办 那关起来啊 那关起来之后 什么时候要关 什么时候要关 我也不知道 做到没有办法做 就这样做 让陈以沛开始心软的 其实不光是家里的事业 还有一群放不下的羁绊 就是阿伯啊 什么的啊 阿桑啊 阿婆啊 对对对 每个都是看我们长大的人啊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 是我发现我存在 在这个柜子上面的价值啦 对 我就是 我发现它的重要是 我可以延续 整个产业的生命 我可以传承 然后让它延续 可能可以再延续一个 30年也好 或者是说 我可以再传给我下一代 我们再带点小东西 给妈妈用啊 给妈妈用 给妈妈用滚 陈以沛回家 不选择走阿公妈妈 已经开好的康庄大道 她突破上一代的规矩 到市场摆摊 第一线面对消费者的回馈 她更进一步 要拉高今早的价值 来 这里有疼 你 故意的 哦 哦 哦 好 来 要放下去啊 虽然家里做金枣事业 超过40年 但练金油这档事 陈以沛还是得自己上网 买蒸馏机 看胶悬影片摸索 我完全涂发练纲 哎 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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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金油 哎呀 金油 哎呀 我哪里干嘛造型啊 你 阿姨 你咬 不是啊 这个头 你头呢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要什么 头 头去家 头去家 哎 你这不是什么是这个 是这个 哎呦 手忙脚外 刚才我们练的那10公斤 就是这么多的量 那就是这一瓶 大概10mol的量 很辛苦啊 刚刚 要搞定那些机器 我实在是觉得 就有时候就 就是有时候机器会 会就是 会听我们的话 有时候机器不会听我们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大山 已经挡在那边了 如果我接的话 当然是可以继续接嘛 可是还是希望是可以 踏在前任的基础上 再往上再跨越 对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代表作 回家三年多 有苦有乐 但最让陈以沛无力的 无非是放眼整个农村 返乡青年 寥寥可数 做起事来难免觉得孤单 因缘际会下 他与20年前 也来到农村的赖青松搭上线 不论是水稻 蔬菜或金枣 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团结起来 或许能够一起找到出路 稻米的农忙的时间 刚好是我们果树的农险时间 那我们果树的农忙时间 刚好是稻米农险时间就可以 就可以有交替跟做 办了半年的水稻班 每个礼拜 星期六 一天的时间在这里 实际夏天学习体验 然后真的有人在上了半年的课程之后 愿意辞掉工作离开台北 然后搬到这里来住 甚至自产 那我想那如果这样子的生活 确实是在我们的演绎之下 可以让有兴趣的人 真正是一个可以走得通的道路 七年级女孩出外走一趟 才知道为什么要回家 成功的定义从来都不只有一种 找到存在的价值 哪里都会是你挥洒的舞台 台湾除了水果之外 小吃美食也很有特色的 那您可以想象美国华裔为了一碗 咸香够味的台式卤肉饭 着迷到在美国特地开一家 台式小餐馆了 老板其实是一对交情好几年的姐妹花 疫情前到台湾旅游好几趟 始终对于油亮的卤肉台味念念不忘 于是他们兴起了创业的念头 为了把最道地的台味能够带回美国 坚持料理的原料跟配方都要MI7 像是我要找一罐台湾酱油糕 就跑遍杂货店 这可是常有的事 好不容易口味调整到满意了 开店又遇上了新冠疫情 只能够被迫歇业 算一算他们可是整整 摆缴了有八个月的电租 两人至今没有想过要放弃 带大家来看看台式美味 究竟是怎么在疫情之下飘香旧金山 红上牛肉在炉火上炖煮 暖了厨房的除了一锅子肉香 还有熟悉的这一味 所有的那个就是卤料包的配方 定都是台湾过来的配方 就是多少克的那个调料 配多少克的肉 小小卤包装进满满的台式风味 转身外场会台 茶叶清香或者甜甜糖香 还有颗颗饱满的蜜糖珍珠 台湾首要茶店的标配也不过如此 但这里其实是美国旧金山 台菜小餐馆就开在亚洲料理 竞争最激烈的华人街 食物应该是多元化的 就哪怕是这边是以广东人 南方人为主 但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是台湾菜 在三番的白人很多都去过台湾 然后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都是点卤肉饭 这个一进来 而且他们会用中文说卤肉饭 这里开门营业只剩不到一小时 古门外头飘着西雨 店门一宽指导杂货店 锁定的是酱料区的低层货架 原来有的话是在这里 所以你有故意用台湾的吗 对就一定要用金兰的做出来才是那个味道 咸甜甜 对咸甜咸甜 但是又像蚝油似的是那种膏状 但是又没有蚝油的那股 比较鲜的味道 对今天没有可能要去下一家了 能够抬到底的 就连外人看不到的酱料也要MIT 至于有保鲜期 不能强求台湾出产的 就是卤肉饭都会配它 都配它 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这个的口感是介于 那个滑豆腐和老豆腐之间的那个 然后这个是介于中间的那个 对一定要用这个 口感之地都得比照台湾首入菜办理 但明明口音听得出不是台湾人 这股爱台湾的热情究竟从哪来 因为一说到台湾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卤肉饭 只要每个店家有卤肉饭 我都会点一碗 一定是那个汁跟饭的那个混合 可以没有肉 可以没有菜 也可以没有其他 但一定是那个泡了汁的饭 为什么店里会取名的宜兰这个地方 就是整个台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宜兰 整个人去到了以后 我就想在那里 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一个下午 抱着一碗 抱着一碗饭 或者抱着一个小吃 就是我可以在那里待一下午 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做 一对之心好友 被台湾美食掳获的心 成为开店动力 但创业遇上疫情反复 为了守住这家店 他们可是白搅了好几个月店租 白搅了大概有八个月吧 洽谈这家店是19年的十月 十二月份签到 就是我们开始正式付房租了 疫情也开始了 然后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人工 也保护我们的客人群体嘛 就一再地被delay delay delay 然后也没有办法 因为合同已经欠了 房租就一直这样交着 不管是盐酥鸡的香脆 还有油亮的肉道形香 两人对于妇科美味的坚持 让台湾小吃飘翔酒精山 这些外人看来 只是进出厨房的料理活 其实都是用高成本 老板想着 不行你不可以割肉碎 肉碎就不抬 就是没有那么抬了 没有肉碎都是肥肉怎么吃 对就是会就是倔强一点 就是我一定要加 虽然是可以替代 但是味道真的不同 所有的海运什么的都有受影响 所以就是进货的那些成本真的比原来 就是比我刚刚开始做调研的时候成本大概高出了1.5倍到1.7倍 让它整个华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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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之下 这一棵为了坚守台胃 宁可少赚一点的料理热忱 让台式小餐馆逐渐在当地打响名号 台湾小吃飘扬过海 继续用舌尖上的美味 让世界认识台湾 为了一碗卤肉饭可以如此痴迷 行行出状元的成功秘诀 或许就是在简单的事情上下功夫 像是你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睡觉 你可能很难想象 有人愿意离家近2万公里远 只为了学习怎么好好入睡的 这位对于睡眠情有独钟的刘永泉医生 目前也是全球排名前三的 美国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其实原本他读的是 台北板桥国小 国小三年级 因为父亲公务 举家移民到土耳其 他的小留学生之路也就此展开 从台湾到中东再到美国 这一段求学被排挤的压力 后来如何转化为 攻读睡眠医学领域的动力呢 一块了解 我们台湾人说 净迷大几次 睡不好 从小朋友开始 就会影响到 颜面骨的发展 后面更多的问题 比方说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睡不好 不只是个人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挑战 走进美国史丹佛大学医学院 梁永泉副教授 一连四台手术 从鼻子咽喉到颜面骨 都要谨慎下到调整 但患者的共同困扰 竟然是睡眠问题 因为睡眠很有趣 睡眠就是人出生的第一天 一直到老 都一定要睡 每个人睡觉 睡个六到八个小时 这六到八个小时 对我们 比方说对我们脑部 很多的功能的恢复 是非常重要的 来自研究的方向 是想要更了解 我们的脑科方面的研究 睡得好也是大学问 而这也是他离家近两万公里 学到最简单 却重要的事 其实小时候家里的环境 蛮贫困的 但是非常的温暖 当我父亲有一个 比较好的工作机会 我们就一起移民到了 土耳其 那我在土耳其长大 13岁之后 一个人去了美国 所以其实小留学生啊 本身要有一种任性 因为我们第一个目标 是要存活 这是基本的 再来呢 就会想要去融入 这些不同的文化 可是一开始 是很容易受到排挤 那在不同的文化的冲击之下呢 我后来学习到 很快的找到 它们的共同点 或者应该说是 共同的需求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下呢 就能够很快的找到方法 去融入 甚至呢 去帮不同的文化来做融合 戴完伊娜的任性 让她用一张东方脸孔 闯荡世界 抢进世界名校 投入治疗睡眠呼吸 中止症 原来抽象的睡不好 可以用颜面修复改善 但一张脸 要精掉细琢 医疗整合科技 不可过缺 我们在有效的时间里面 我们接触一个病人 我们要整合医院这边的诊疗 再加上他家里的data 这个data才太庞大了 整合它有一个目的嘛 它的目的就在于说 除了给我们更好的诊断以外 带来更好的治疗 那最重要的是更好的效果 医生在根据过去的一些记录 他可以比较精准的去看 要用什么药 这是所谓的精准医疗这一部分 但是民众在感觉 另外一块 我们叫智慧医疗 或所谓的数位医疗 事实上在COVID-19来之前 应该是2019的年底 我们就推出精准健康 这样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 你结合这个自动性科技 还有我们的医院医疗科技 加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从预防 诊断 治疗 到后面的照护 整个连结起来 正好是台湾的强项 透过内视镜检查患者呼吸道 是诊断睡眠呼吸障碍的方式之一 医疗科技 跨域整合 台美交流 早已启动 在那个柳教授那边说 因为他们在Stanford的时候 他们其实还蛮 蛮规律固定的 就是说 每个病人都会做这个 所谓的睡眠内视镜 那根据这个睡眠内视镜的结果 我们再来决定说 帮这个病人做一个自制化的治疗 什么样的治疗 比较适合这位 得到这样的一个 症状的一个患者 那这也是目前 我们在跟Stanford合作 进一步开发的一个方向 它不只是一个检测的工具 它更是可以帮助医生 在治疗方面提供一个 很好的一个辅助 我们做的就是 先延伸上肩膀 然后继续上肩膀疗 疗症的治疗 来向室内支援 我们做了一些 安排的技巧 我们做了一些 项目的治疗 我们做了一些 项目的治疗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 进行的治疗 进行的治疗 最后 就帮助我们 提供我们 最高的健康 的治疗 从产学科研到新创 甚至国际交流 台湾的生医产业要打进国际杯 医学 科学 从磨合到整合得求同存异 是不容易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大量制造 这个医疗医院里面有 那么多的科不同的部门 那每个东西它都有它的客制化 我说可以挪出100块钱 挪出10块 20块 30块 来做风险比较大的创意的一些挑战 国内新创他们也知道说 没有飞出去的话 光在国内 事实上市场当然不扣大 那这个也就是 台湾必须要走的路了 因为你制造再工 那个已经到一个段落了 更何况 内境这个数位科技的爆发 也是一个新的技术 台湾的确是它活动力很快 台湾的确是它活动力很快 其实它这边中间还是有个传译的过程很重要 所以我们有科技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临床的领域也已经相对的成熟了 等于是好像讲共同的语言这样子 所以台湾的团队过来的时候 我们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的共同的目标的方向 以人为本的初衷也是MIT最难被取代 医疗科技从新创 开创到共创 回归人本 或许才是驱动科技成长的温暖动力 除了学习睡眠 学中文也是近年来在美国盛行的风潮 以科技重振细鼓来说 不少社会人士下了班 还会特地到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来学中文 除了学对话沟通 甚至也学毛笔字 从永字八法一撇一脉开始入门 进一步也体验珍珠奶茶和我们的茶叶蛋 在这里 我们记者就遇见了这一位 在细鼓教中文有35年的资深老师陈碧玉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自己的女儿也是在班上 从注音符号开始跨出第一步的 陈老师说35年前教授 还用的是纯手工的手写课本跟黑白教材 如今疫情之下 改成了3C电脑和远距教学 带您来看看 你我每天说的语言 究竟有什么魅力 蜂蜜细骨 是当时我在家里西游记的时候 这是几年的教材 这个是 这个是就还用手写 那应该还是198几年的吧 随便一本教材拿出来 都能从手写字机看得出历史 陈老师搬出一项课本 感觉上台讲课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是陈碧玉老师教书35年 不便地坚持 这个怎么会没声音呢 这个怎么会没声音呢 OK 您肯定纳闷 麦克风听来音量很够啊 但其实这个收音 是来自我们别在老师身上的麦克风 而实际上教室里 孩子们听到的音量是这样的 这个呢 就是老师这个 看哪就是老师做的 这个才Mr.Opera 老师讲话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小朋友中阴夹杂 迫不及待想听故事了 尽管器材耍脾气 似乎不影响孩子的学习热忱 而这里不是台湾 是美国加州的矽谷中文学校 在这里头 那他就他妈妈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说把这个带着 他就故意拿着一个琴 丢到这个上头去 大的这个是什么 给摘 收写大字报还有彩色剪贴 这么纯手工的教材 别说在科技重镇矽谷了 就连一般都市偏乡学校 对于数位教材早就尽怪不怪 但令人意外的是 孩子们倒也不觉得无聊 反倒是目不转睛 盯着老师的手工大字报课本 这样的教学魅力 不是现场感受 真的很难想象 那我们就教小朋友 唱那个波波波波的那个 这个歌唱歌 然后呢我们就用 我就用做很多的那个卡片 全部都是用手写的 每一个piece的都是用老师手写的 老师自己编 没有任何的什么同意教材 什么教材都没了 然后就是用手写的 然后每次写一张 然后记忆一张 然后有的时候写不好 又要再写又要写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老师是做了一个大的poster 但是他们是用 他这个小朋友是做的 是小的poster也可以 但是你要一个一个讲 百万百万这样子 三十多年编写的书籍 从手写到印刷 黑白剑彩色 还有毕业纪念册 都是陈老师漂洋过海 为中华历史台湾文化 撒下的珍贵种子 疫情催生远距当道 也让他为了教 得重新开始学习 当时只有学校就说 OK老师 我们现在要往后上课 你们要赶快来学 学那个东西 我很错乱我很怕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 我不会 然后我带着我先生 我先生是电脑工程师 他就带着 我就叫他带他当我的助教 他学会的他教我 好来 大家看到这个吗 小朋友因为在网路上课 眼睛是看着的 你如果说你的教材很频繁 很那个频繁的 我当时跟我一样的 老师有好几个 因为不敢 教员要不要学习嘛 快点了 这个校舍本身是公立高中的教室 那西谷中文学校跟他们 已经借了大概30年的校舍 就每个礼拜五晚上上课 空堂时间 校长拿着自家洒花器 装了酒精 走遍教室 仔细消毒 因为新冠疫情起伏不定 不少学校已经停课阴影 西谷中文学校是当地少数 还能正常营运的学校 尽管夜幕低垂 教室里还是传来熟悉的朗诵生 他叫 他的叫 这个 你 这里 没 没有 有 没有 一样都是学中文 另一个教室里 台湾华语文中心的学生 以成人为主 他们不像中文学校的孩子一样 从小开始学 很多都是社会人士 来 我们来讲一下 墨汁 墨汁 这是什么 很好 想把华语当作第二语言专长 不少上班族下课后又敢来学习 今天的书法课 是他们第二回练习毛笔 尽管对于笔墨指念 已经不那么陌生 沾 沾墨汁 这个点 停下 但基本的有词八法 还真的没这么容易学 所以他告诉我们是上 第四个 上 左右 上 下 毛笔的横竖扁那点折勾 先求有再求好 这班学生还不到八国联军 但对于学汉字 很有听分 有人是喜欢台湾而学中文 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学中文而认识台湾 我认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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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的最夯的东西就是茶叶蛋 他们都吃过了 也有珍珠奶茶 尽管台湾不是唯一的华语国家 却是不少外籍人士学中文的首选 除了丰富的饮食文化是诱因 教材的丰富多元还有可敬性 结合新科技后更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在语言学习上都更能相辅相辰 我们的老师都在 除了要十几个课程以外 线上也都要补充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 全球兴起华语文热潮的同时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陆续开办 从实体到线上学习多感其下 让双语学习融入生活 也让台湾文化漂洋过海 透过语言学习遍地海花 遇上了好的老师 学习之路肯定会更顺畅 像是这一位长期关怀 心智障碍儿的特教老师赖美智 42年前从美国回台湾 跟朋友一起创办了台湾第一间 由专业人士所成立的特教班 在80年代 台湾的学校还只有起志班 也只收轻度心智障碍的孩子 他希望能从学习当中 帮助中度跟重度心智障碍的孩子 做早疗服务 随之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 他也把服务延伸到青少年和中高龄 提供他们生活训练 职业训练以及就业的服务 但是台湾现在社会逐渐迈入了老龄化 还有看到心智障碍家庭的双老化危机 所以成立全日型安养照顾机构 让老憨儿也能有个家 奋力踏出小小步伐 在跑步机上快步走路 还不懂得用语言表达的小泡芙 每天总会用他的纯真笑容 来回报这个世界 很难想象 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和他一样 是心智障碍的孩子 教保员根据个别化需求 给予不同的生活训练 有的孩子需要走跑步机 有的需要站站立架 那站站立架在上面就可以去整理书吧 也可以看故事跟老师做一些互动 或一些做一些玩具操作的 一些精细动作的训练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 对不对 哦 开始下一口 致力于协助心智障碍者的推手 是赖美智 在美国学特殊教育的他 42年前返台却很纳闷 在台湾似乎看不见 中重度的特殊孩子 为什么台湾的严重的孩子都不见了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想一定是藏在家里 因为没有地方可去 1980年 他与教授柴松林 同样是特教老师的张培氏与曹爱兰 创办第一儿童发展中心 在台北租了60平地下室 从三个班级15位孩子开始 随着服务人数越来越多 基金会换了好几次地点 却屡屡碰壁 他们听说我们这些特殊孩子要进来 可能他们也一方面害怕这样子 一方面是担心 有没有房价可能受影响会怎样情形的 所以就不愿意我们进来 所以就箱子都贴了布条 然后我们就滚出去 我们家长很急了 他们孩子没地方可去 就很急了 很急了他们就想说 去找奖金国总统上书了 上书又讲总统就建议说 警察保护我们进来 就搬进来 早在民风淳朴的台湾 心智障碍的孩子不被社会接受 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甚至就连无助的家长都常常被贴上标签 家里面的常常反映说 当我不在家的时候 孩子那么乖 那为什么孩子 你一回来的时候 孩子就变得 这个整个态度啊行为都不对 那老师很慈爱地跟我说 孩子知道你爱他 你给孩子的是安全感 那时候我才看到说 原来我给孩子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会被那些负面情绪困扰了那么久 赖美智知道社会的歧见与抗争 来自于民众的不了解 他用善意与包容 为特教孩子争取授教权 但随着机构的孩子慢慢长大 他又看见了需要 他们父母亲也老了 他们父母亲也担心说 怎么办 将来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没有资源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双老化是个蛮重要的一个服务 或者又会发生很多的 爸爸妈妈想说我就先让你死 然后我再死 这样一个悲剧出来进行 于是他把学龄前 零到六岁的早疗服务 延伸至青少年与中高龄 并提供有就业意愿的身心障碍者 值钱训练与就业服务 让一下看一下 在烘焙班担任小帮手的小艺 从小患有中度自闭症 但记忆力超强 万年力过目不忘 可以问你问题吗 可以 我的生日是3月21号 是今年的礼拜几 3月21号 1 生日21号 1 11月5号 6 他怎么那么快 我还没滑到 11月5号 你把你给我站到 如同电影《羽人》的真实版 上帝没有给他完整心智 却给了他惊人记忆力 或许不是每个孩子 都像小艺一样 但透过学习与训练 多数人都能过正常生活 这样子 这样子 既然但可以当第一条 我还没想到 你可以教我的 你帮我扶着 来到恒爱发展中心的屋顶农园 学院们透过碾花惹草 劳动晒太阳 是最好的园艺辅僚 这些小朋友可以卖吗 可以啊 可以卖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改正可以 心智纯真的像个天使 身体却以两倍的速度老化 为了让老憨儿有个家 第一社福基金会 陆续成立日间夜间 与全日行的照顾机构 如今第一届的第一宝宝 天人已经52岁了 爸爸开始体弱的时候 生病就去住院 他就没办法回家 那不能回家相对的就很紧张 那那个时候就 还推假日照顾他的工作人员 那后来工作人员就带他去医院看爸爸 然后知道爸爸生病住院 所以不能回家 他慢慢的了解 然后这几年我们也开始推动生死教育 所以在今年4月初爸爸过世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爸爸身边的 他表现的其实就是像长大了一样 他其实就是稳稳的 很安静的跟我们一起走完 安排爸爸后世的整个流程 推动生死教育 减轻情人离世的冲击 用一身为心肌障碍的家庭撑散 赖美智在2019年底 获得第三届育林台湾奉献奖 我觉得很感动去医院 而且非常大方的账方 那他的奖金当然对我们来说 是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差不多要募款 差不多4千万到5千万 特别是这两年疫情 我们募款大和钱 小和大和都是减少的情况下 很喜欢在这里的工作 心灵在聊 他是弟弟的孩子的妈妈 你你们的爸爸妈妈 对 受到疫情冲击 捐款下降物资锐减 好在有育林台湾奉献奖的 三千万元奖金 大大减轻基金会的负担 不只得以持续早疗与老化的服务 还能将早疗扩及到偏乡 我们找个卫生所的一个空间 找个幼儿人空间去做早疗 这样子让偏向的孩子 都不至于延误掉 我们看到真的是也很有帮助 也顺便教家长那些教养子女的方法 这样子就加快速度 来帮助这群孩子 然后好好的准备他们进入国小 42年来 第一社福基金会成立12个发展中心 每年服务近千个家庭 帮助无数家长 度过漫长艰辛的教养岁月 也陪着他们找回笑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前进矽谷 看看用水吃紧之下 废水进化如何进行农业创新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台湾去年遇上了50年大旱 不少县市为了解决水资源而伤透了脑筋 但台湾可不是特例 在美国湾区不少水库存水量 去年也达到了历史低点 科技产业聚集的矽谷用水量赤紧之下 开始积极鼓励用新科技解决缺水的问题 取代对老天爷下雨或是溶雪的依赖 我们的记者黄佩儒 魏国旭 要带领观众朋友一起来职集 矽谷纯净水中心首度曝光 废水进到这里集中之后 有三重的科技技术来进行进化 转化成每天生产的3000万公升再生水 之后使用到农工业 究竟这些再生水种出来的水果稻作 如何改变你我生活呢 台湾的新创团队又是如何合作 继续跟着镜头一起前进矽谷 热浪干旱暴雨洪水 这些气候灾难随着全球暖化加剧 似乎不再百年一遇 像是加州连年干旱 对比2017跟2021年 湾区不少水库都达到历史低点 科技产业聚集的矽谷同样用选吃紧 而这里用科技洁水荒 打造千万进水厂 我已经在汽水和水平均取消货水 在沙发的历史上的总统 清减水是确实的 我们不需要买乱或雪 沙发的领史 沙发的领史 全球公共的需求 是以2028%成立水液取消 矽谷純净水中心集中废水后 用微过滤 逆渗透 紫外光照 三种技术进化回收废水 目前每天大约可以生产 三千万公升的再生水 用于農工业 同时净水中心 还搭配水资源教育活动 让节水融入异常生活 尽管台湾四面环海 但一连好几个台风过门不入 也造成56年来最严峻的水情 水资源珍贵 开源节流缺一不可 台湾新创打造地表最小绿星 标榜7秒就能让污水变进水 一刀未减 过滤后的净水除了清澈感肉眼可见 也能直接就口达到饮用水等级 MIT的核心技术就是这个拇指滤芯 这个薄薄的一层里面充满了200奈米的 奈米科技的孔洞 然后现在已知水里面的细菌大小 大概都500奈米以上 所以水分子可以过 那其他的都会被涨到外面 所以这个如果到户外河边啊 或者是雨水啊 然后直接过滤来喝 然后它是可生饮的 要做到深水过滤可以直接饮用 全靠滤心里的中空纤维 简单来说是利用微过滤膜 空镜比细菌微生物还要小的特性 阻挡脏污 不只可以用于户外饮水 包含海水淡化 非污水处理 还有工业在深水都能御用 我们会成立这家公司 其实是为了补助台湾在水资源 材料产业链上面的缺口 这样这么小小的一颗 它可以过滤一吨以上 就是一千瓶矿泉水一公升的哦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再买宝特瓶 然后有很多非洲的NGO组织 有在跟我们洽谈说有没有机会 协助那里的小孩子干净的饮用水 极端气候下水资源短缺加剧 目前全球有近三分之一人口 都生活在高度缺水国家 从水荒到凉荒的隐忧 越来越有感 农业科技能不能延缓 可能的粮食危机 这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生产制造商 最新发表的无人影机 透过六对立体摄影镜头 可以360度侦测障碍物 未来法规完善后 农民只要把机器运到田里 通过APP操作观看 农具就会按照GPS的设定来运行 世界的大流量 是将近50年8万亿人 到10万亿人 这个将将国家的食物需求 降至50% 从工具和拆EMSOR 到AI和大约调 屋型是高科技的事实行 知焙农业用最少人力 最大化生产力 而科技导陆梁座 在生产端提高产能后 消费端全球一年上看 13亿顿的粮食浪费 或许AI会是几方 这个由荷兰新创公司研发的 辨别食物浪费系统 简单来说 让人工智慧学习辨识食物后 再利用摄影机 记录被丢弃的食材 而最后得到的食物浪费报告 包含厨与种类重量原因 甚至细到每个礼拜几 哪个食材最常被丢掉 都有大数据分析 目前欧盟已经有50家餐厅 使用这套系统 希望2025年 可以为地球节约 1亿公斤的粮食浪费 科技不仅为人类社会 带来繁荣变革 也为了打造绿色地球村 不断创新 节水、健碳、环保 台湾不曾缺席 毕竟得先学着与地球共生 才能再谈永续 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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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